大家好,我是翠花 马上快中秋节了 看看咱家小园的东西长得非常茂盛 这两颗非常特殊的种物 大家知道它叫啥吗 我面前的这两颗羊子 它都叫苏子 它是分成不同的一个品种 这是绿叶的,还有这种紫色的 它们不光能吃叶 等它打籽了之后 那个小棕色的籽就可以榨油 作为油料之物特别特别的香 小时候我妈就会给它炒熟了 改碎了烙饼,特别好吃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酥的月饼 来,看一看,酥的月饼来了 咱们这个酥的月饼就采用紫酥的籽 加工而成的 给大家打开看看是啥样的 咱们这个月饼不仅馅料特殊 而且咱这个皮是酥皮的 掰开容易掉渣 看看里面棕色的小籽 就是紫酥的籽 没有吃过这个馅料呢 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非常特殊 嚼在嘴里是满口香 这个月饼不止可以中秋节吃 我们平时当个小糕点的 当个早餐点的 行不行,妥不妥 这个月饼吃在嘴里太香了 馅料十足 最主要是咱那个皮是非常好的 给大家看看 这皮一碰是掉渣的 没吃过这个月饼呢 一定要尝一尝 美丽啊 好